中文字幕提供 最主要你在这个世界 因为你是学美术的 你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对美的认知 高雅啊 美啊 崢津啊 赛啊 这种认知特别敏感 你也是个追求这方面的人 就是认为因为有些东西是美的 有些东西是善的 有些东西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认为的就对吗 只是我们自我的 如果我们说 佛说我们自我就是虚妄的 我们自我是六根 六根本身是有局限性 你的美是建立在眼睛上 你看过去它美 看过去这个图像美 看过去真的没有光 没有头脑 你是不可能知道那叫美 那是你定义的 没有光明打到那个图像 你怎么能看见它美呢 但是光是光是光明本身 它是一个投影投射 它的色彩是投射过 它没有色彩这么是 它投射折射过来 各种光通过地面 通过各种海洋 通过各种云层折射过来 就变成这种颜色 它在护论 而你的头脑是建立在 六根的局限性上 就是说我们的头脑 跟我们的眼睛 都是有局限性的 我们怎么可能定义那个美呢 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在人道没有美 是你逐渐走出来 然后回来知道 大应牺牲 大到无形的那种美 没有像的美 无像之美 就是大应牺牲 大应是没神明的 它倒无形啊 无形无相的美啊 你就不会局限在 哎呀红的美 蓝的美 纸的美 纸的美 你就不会局限 然后你就不会被 这个世界围堵啊 围堵啊 这些时空所控 你就解脱了 你的心宽广的像宇宙一样 无量无边 你怎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可委屈自己的 去跟一些人较增呢 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东西 就是习惯性的认知 或者什么都需要力量 但这种力量都是长时间 专注的训练出来 专注的训练 所以在坐垫上也把 站着也把 打圈 坐下一定要很专注 然后呢 慢慢训练自己的六根 不必静转 我发现 当你的六根 必静转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 训练不出来 眼睛不必向转 色向转 色向就是 车层黄丽青男子 女色蓝色 我们转的就是这些 然后高雅 什么叫高雅 什么叫美 什么叫崇敬 什么叫散 那些东西 通通要出野 也切清扫干净 什么叫够 什么叫恶 通通通不是 通通先把它 看成是假象 假明 先把自己 全盘的要清理掉 全盘的伏定 不是说 这个是不是真理 为什么要伏定 是你要解脱 先把六根要清净 就是说 不分别就才清净 你要分别定义 这个黄是金黄 就是美的 金黄就是金黄 你可以喜欢金黄 但不是它美 因为你喜欢 所以它美 并不是说 它真的美 所以六根 不要被六根 骗 耳根要清净 也更要清净 闻的东西 不是说 这个多香 那个就是臭的 口感 口郁 所有的这些 六根 到都清净的时候 心清净 六根清净 心清净 心清净 所有的欲望 就不起 所有的欲望不起 你就不会被静转 你其实是被静转 是被自己的欲望转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 爱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 是我们只爱自己的欲望而已 所以不被静转 慢慢你的力量就出现 如果你 刹那之间不被静转 你刹那之间力量就有了 根本就不需要修炼 还有一个间谍 就是当我们在说一些佛的间谍的时候 因为佛是把时空也平静掉的 佛就是世界空间也是虚望 所以永远不要把说 你在头脑里说 形成这个绝照力 需要时间 这只是我们交流的方便 也许当下就可以 当下就是永恒 你知道 刹那就是永恒 这是佛的时空观 就是你认知了 从头到脚的贯彻了这个界定 那么OK你就得了 就是你从头到脚的听懂了 每个细胞都听懂了 OK就那样 假如这边有一个蛇 你说哇蛇好恐怖 我说不是不是 那是神子你高四 你还会怕吗 你马上就不怕 如果佛说的那些东西 你听懂了 刹那的就全部相信了 OK你马上就得了 所以开悟也罢 定律也罢 那些力量的协程 永远不在未来 永远是当下 当下就可以得 所以佛法的东西 是可以得的 听懂了 听懂了 一定听懂了 愿意做 信受奉行 就是愿意做 我听懂了 我愿意做 很多人听懂了 我不愿意做 我不愿意解脱这个世界 我对这个世界还留恋吗 我还想玩两年 OK继续玩 有的是听懂了 我继续做 我愿意做 这些信受 然后奉行之息 然后去休息 每件事情 这要做 每件事情这要做 三四个月以后 OK成了 其实也能听懂 这个真的很简单 只是说 我们的欲望太强烈了 我们太喜欢 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 或者一些人物 一些事 无法靠谈 然后就做不到 那种力量永远生不起来 永远是 就变成了软弱的 逼那些东西 转的那种东西 就是外境的力量 永远比你强 被境界 逼别人一句话转 逼别人看起看不起 肯定可不肯定你转 甚至别人 别人怎么样看你 都不是 你在乎他的看法 你都会被转 你都被控住了 所以忠言灭子 到最后都要清理掉 忠言灭子 高雅 崇敬 美丽 美那些东西 高雅的 熟 雅的 熟的 但不是说我们去 你去设计的时候 设计的很熟 也不是啊 就按人道的来 但是你知道 你设计了这个金色的东西 我设计了金色 只是说 你觉得这个金色 更能代表这个主题 更能代表 比如说我去设计 佛学的东西 可能我用了金色 或者紫色 或者是什么 那我觉得它这个金色 更能代表一个 佛学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它有海液在里面 这个颜色 而且呢 可能说 如果是很多颜色 许我会比较喜欢金色 或者是紫色 或者什么 那但是呢 不代表它真的多美 也许在别人眼中 它真的多美 没有什么高雅 那它学了一个 大红花 一两个 不过一会 就学了个大红花 老师老师把这个大红花放上 你不能说那是熟的 哑熟这些东西 就是 当你如果心中真的无相的时候 这个人翘出来的时候 你只是说 不配呀 不配呀 你不会说它熟多熟 因为你眼中没有哑熟 没有哑熟 但是你也能哑 没有哑熟 你也哑 可以哑 大哑 大哑无形 你已经无形无相的那种 就往上升华 这一点 我 于是我不断的交流呢 因为花花的 就会 我一直很执着在这一块 就是那种 一定就是认为自己 有些真的是太清高了 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根本就不看 就是 你说我 我不会看的 我连眼皮都不抬 我就是不看 就清高到那个程度 你说谁吧 一说明知 一说什么 不看 就是那样 就提 提我就知道 脑子一转就不 有些东西 哎呀呀 就连我眼皮也不过 就过也不过 就是 省得我 还满了 还得清洗 染了我 就是 啄了我的意 就是那种 就是执着到那个 就是觉得 这个世界高雅的东西很少 雅的东西很少 能能入了我的眼的太少了 就是那种 就清高到那种程度 他也 你说他教我 我妈妈也不是 他就是那种清高 就是那样子 在心里就那样子 说句老实话 而有时候 看一眼也是 哎呀 看你 也不好意思 那有面子 我看一眼吧 或者是 是怎么样 但是后来慢慢通过休息 慢慢慢慢走出来 走出来有一段时间 你甚至会真的熟回来 你觉得真的越来越土越来越熟 因为你要包住所有的土跟熟 散乱 土 熟 不讲究这些 一点一点包住 一点一点让自己变回来 其实是在 因为你的心罪 需要破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天 当你破完的时候 你再 再压回来 可以 你继续压回来 还是那样子 你再清高回来 没问题 但那种清高 就不讨人业 知道吗 你要再清高回来 你说 别让我看日子 让我的眼 同样一句话 因为你是不执着的 你同样一句话 说出来 别人觉得没什么 但是你以前说出来 你就不一样 那种执着 因为你里边 有看着吃买 有些东西 那种自我 马上那个口里边就带出来 那种自我 很自我的 如果你 你自己很清高 你就很在乎 假如我明天我有一个作品出来 我自己认为自己很压 很清高的话 那我作品出来 如果你辅定我 我很受不了 但是如果你赎回来 再压出去 你拿回来 你骂我 狗屁啊 我说狗屁啊 好看啊 那就会很开心啊 狗屁啊 我直接在底下写个狗屁 直接把这个产品 标成狗屁 我就挂上去 一点也不会受伤 一点也不会受伤 但那真不是说开悟了 或者是 这需要一段时间 把它 桥里过来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东西 追求 一些追求 情感上 或者很多追求圣洁啊 完美啊 专一啊 这些都是一些通病 女孩子通病 什么叫专一的 神圣的 完美的 圣洁的 独一无二的 那种追求的很厉害 说句老师 根本就 那是我的 就底线 连碰也不能碰 就是 就太厉害了 那个时候 就一直 但是呢 也在慢慢慢慢 都在情 就是你会发现 头脑中太多的梦想 就是你在头脑中 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一个一个的幻想 一个一个梦想 然后呢 形成一个一个圈 把自己困在里面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 残缺的 这个世界是不堪入目的 这个世界太丑啊 这个世界怎么 甚至你到最后 你会发现 你在闭关出来 闻也不能闻 气味也不对 哪也不可以 你敲气 就会觉得 人也有人味嘛 而且自己也是丑的 你根本受不了 就是 吃水果 水果是木头玩 木杂的玩 就口感也变了 你根本就没办法生 多得多得 就再输回了 而且输到土掉脏 然后再咬出来 再走出来 但这个过程 一定要慢慢修 这都要体验的 所以成佛 就是不是说 我开幕下 就是要圆满 不断的 不断的 在工程里边用 所有的定义 都是有问题 你认为它是专一 或者什么 这些都是有问题 都是人力的控 你人力的控 就是 你就把自己控住了 人力都追求 善解完美 那些天人的习气吗 对 你不是还要出三界六岛 天界也要出 是吧 你明白吧 但是你是 有的人就走出来了 但是在出的过程中 如果你没有空性正经 你肯定死在里面 伤痕里面 你会觉得很受伤害 你会觉得 你这带着伤害 带着一些创伤 带着很多的 自己的失落 自己的那种 很多的东西往处走 但是你 你只要在这个过程 不断的学佛的东西 不断的学佛的东西 你就有力量 就佛的东西 就像那个给你 背上插上了翅膀 就是让你 就是这个天使 你困在这的时候 你还有飞翔的力量 飞翔的越往 而且你知道你能飞起来 就是那个 就是一点点 但是没有佛经 根本不行 你要出三界太困难了 其实出三界 就是出自己头脑 设立的障碍 三界都是你自己 给自己设立的围城 一个一个往处飞 你所有的定义 所有的认知 生生世世的认知 一个定义 然后往处打破 一个一个围城 在那儿围着 而这些东西里边 难就难在 你头脑里边 所有的围城 在这个世界是写像的 比如说我头脑里边 这个母一世 有一个仇人 假如是你啊 假如 那可能这一辈子 我会遇到你 这才是问题 然后怎么解决 我们俩的仇恨 然后他就 生生世世 这个是有的吗 然后内在的境 跟外在的境 出源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很苦了 很辛苦了 如果不处业 我一辈子看不见你 也许我只是个幻境 我在衣镜里边破就行了 我就在衣镜里边 直接破掉了 但是如果这一次 最好 但是没约的人 能有几个 就是只不过是 约千约生罢了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在座的 大家生生世世 还不是借过多少次 我们又少亿事不止 几十亿 那生生世世 大家还不是谁做过 谁的什么 能有一面之缘 能聚在一起 吃一次饭 喝一杯茶 这都已经缘分 已经很多了 其实人口 有的医生 连消息看也看不见 擦肩而过都不可能 能够这样子 缘分已经 还不知道多少 那么深的缘分 那么多的 你怎么可能不处缘 总在介绍 随便抓起来 都是母一是你 爸你妈 或者是你儿子 哪个提起来 你去追 拿树面头去追 擦肩而过 碰了一下 结宝 你抓住它 如果懂树面头的 你追 两个肯定有缘 怎么可能 就是处缘太多 太容易了 那这些缘怎么办 又要遥缘 又要新菩萨道 注意要新菩萨道 然后新菩萨道 遥缘的过程 为什么要新菩萨道 突破自我 自我是什么 一个一个的围成 就是这样 突破了就结束 真的老师 我已经很明确的感觉到 那些围成 所有都包括 所有人都被控 都被控 只是说 我有时候不察觉 其实我们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这一辈子 如果你忙 你永远有事情做 而且你永远有 需要解决的问题 永远有 如果你忙不完的 还这么大了 还有还这么 要结婚 要生小孩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你还要安住后边的事 就说 很多语言 也是因为大家有需要 才凑在一起 然后慢慢 去做事没问题 我去建那些东西 我会去 会国外去看孩子 看妻子 去看那个家 后期去做很多事 去应酬打网 都没问题 但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的心安安 你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在做 很有缺失感 很迫切 或者 善恶 很冲动 这些状态 都是 就是说 就是可以让自己空进去 都是很自我的状态 都是不解脱的状态 也许你一生 你觉得也无所谓 我就这种状态 我慢慢的生活 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 下一辈子 你能保证 你最多 你能保证你来人道 已经不错了 如果掉到畜生当 如果掉到地狱呢 你觉得你就没干过坏事 就是一直是这么好 你就你的生生世世 理及过来 正好是散报熟了 好 我下一次可以再来人道 或者天人 但生生世世 正好恶报熟了 那我们就掉下去 掉下去 他不是多久多久就在那边融合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碰到解脱的机遇 真的是 解脱的 其实生生世世 我们解脱的机遇并不多 错过了 这辈子就又错过了 一世一世就是这样 错过了 这一世错过了 并不代表 下一世再来 下下世再来 就是这样 那只有一世 有人可能救你 因为我们是无力自拔的 有时候 靠你自己能够 把自己拔出来的力量 一般很有限 除非 除非这个人 我觉得 他就成佛了 自己拔自己 否则的话很难 他必须有个老师在那里 必须有个我也是有老师的 我知道师父的 他那种 触动 他那种力量 因为我现在 一点很小的执着力 我都把不出来 我也会把 就陷进去的 现在不同的维度 他带着不同的认知陷进去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没力气 政治界也在 定力也在 什么都在 但是幻境同时在 您知道 他就是个假侠 但就是困住你 就是烦 烦恼不堪 然后你就 患得患 是烦恼不堪 一直在里面 你觉得 受伤害了 然后不舒服 就是这样 你身心不舒服 但是 政治界也在 但是 也许老师 但是你那个政治界 你持续性的保持 那个政治界 你肯定会走出来 但是重点是 一开始 你连那个知界也保认不住 你在一到自我的时候 你把知界就丢掉了 正知界丢掉了 那你是什么知界 邪的 我们的知界是带着缺陷的知界 你不是在这里 就算你在人道爱一定的游戏规则办事 你只不过是在人道的知界 人力的知界是有局限性的 其实你在内心深处你的骨质 就是说 潜意识里边 你是要成就的 知道吗 你要解脱的 你要成道的 但是你的头脑里边 你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 还没有排到日程上 成道这件事 反正我也修 没问题 我就这么走 但是其他很多事很重要 就是头脑 头脑在混乱 但那些头脑你知道没用的 迟早是没用的 那个更没理解 头脑会变异 头脑是无常的 头脑是我们的习气 就是很多事的习气 但是你忘了你内在的 但内在你看不见 但是我能看见 你知道吗 你内在那个骨质里那些东西 在那闻思不动的 你要成道 你已经在往这方面努力了 已经在走 骨质里好像要做个啥 但是头脑里好像在做个啥 头脑里你在做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要在这儿 要在那儿看书 看什么 这是头脑 头脑好像在做红尘的事 其实你真的在那儿 准备做红尘的事 红尘的事还要成那儿做 有些东西是因缘 有些东西是尴肥地的事 汗的味道 像像很像 词曲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